海贼王,陆飞,锁龙打乱原作战计划,基德却认为是好事。 海贼王最新一击更新出炉,目前轨绕大战正式开启,锦卫们安排的作战计划已经部署,只要不出意外的话,那么就会打德凯多措手不及,不过要知道只要有陆飞的地方就不可能没有意外,这次的他又完美地打乱原本的作战计划。 陆飞,锁龙打乱作战计划 起初陆飞确实是听从警卫们的战术安排,扮成百兽海贼团的一员悄悄潜入鬼岛,但过程中却意外看到凯多手下糟塔食物,以及侮辱红豆汤的举动, 这让陆飞的心情非常不悦。 要知道红豆汤在小玉非常珍视地美味佳肴,而在凯多这边却成了所谓的恶心的垃圾,而陆飞跟小玉又有着很深的羁绊,所以暴露之下扰乱了百兽海贼团的宴会,并且打败了数名敌人。 反观索隆这边,原本是为了防止陆飞打乱计划才离开队伍的,结果却因为迷路与陆飞走失,同一陆飞一样,在宴会中看到有人浪费失误而大怒,他引起的骚乱可比陆飞严重得多。 利用研磨一击就将骨楼一分为二,在宴会中造成极大的骚动,有趣的是,索隆居然完全没注意自己引起骚动,反而是吐槽陆飞的举动,估计铜板已经对他俩无力吐槽了。 遭踏实物的桥段在海贼王早期剧情中就出现过,最具代表的人物当属厨自生智了,山智对食物的理解比普通人要深,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有浪费食物的举动,即便是自己的船长也不例外,如果将这次的人物换成山智的话,必然是会引起更严重的下场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喜欢红豆汤的打妈要比凯多手下可爱许多。 基德率领海贼王欲偷袭凯多。 当陆飞锁龙打乱作战计划引起骚乱之时,基德早已率领旗下海贼团欲偷袭凯多,对于凯多的恨不亚于任何人,灭团之辱是时候要害清了。 此次陆飞锁龙的打乱计划,令基德暗暗窃喜,因为陆飞和锁龙可以很好的吸引宴会上的大部分敌人,这样就能让他们更加轻松地潜入到敌人的最深层,从而直接正面对上海多。 目前基德海贼团的几位主要成员全数到场,船长基德和副手基拉的战斗力都不容小觑,基德曾经在湘波的群岛可是利亚路飞,罗站在C位的男人,虽然进入新世界后处处碰壁,未有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,但这也无法质疑他自身的实力。 而基拉的实力虽然与船长基德有一定差距,但也是远超常人的海贼,毕竟与锁龙短暂交手还能持平,这样的人可不多见。 此外还有两位常年混迹于基德船上的熟连龙套,希特和瓦耶,由于篇幅的关系,北田并没有对这两位船员有过多的描述,不过他们两位也算是基德船上的主要战力了,对付一般的杂鱼简直是一如反掌。 不得不说基德的勇气可佳,以他和旗下的几位船员来看,别说是对战开多,就连对战三灾都有些困难。 没办法,谁让基德就是为比陆飞还要投铁的愣投青呢? 陆飞锁龙的举动提前触发大战 按照正常的逻辑,陆飞和索隆的举动很快会引起格外关注,到时候就会提前引发大战的到来,不过目前还影响不到凯多屋内的人员,金、Jack、大蛇、大妈、凌空六姿以及凯多本人都不会第一时间对战陆飞,反而在宴会中心的阿普会与陆飞, 鎖龙交手 看过漫画的海米都知道,阿普也是在这次战役中被海米调侃为第七皇的,第六皇是冰服人,到底会有怎样的战斗表现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吧! 你认为陆飞和索隆打乱计划是好事吗? 请在评论区发表看法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!再见!